大家好 我是皮特帆 好久不見了 各位 來 咱們今天 對 我們科隆骰子的最後一道實驗 大家應該有記得這顆骰子剛出來之後 大家很像對他滿懷的期待啦 對 然後呢 我也用他去跟成長用了一下 發現會卡骰 而且會卡爆 那也跟召喚合過了 還是一樣 卡爆 那我們這次呢 我不帶召喚 我也不帶成長 我們就是用適應就好了 用詩音跟小手搭配兩顆輔助骰子 那輔助骰子呢 最重要的是 呃 應該說最適合輔助呢 應該就是當前這兩顆 先不包含攻擊骰 因為攻擊骰元素的話 應該才是最最最穩的就對了 好 輔助的話呢 轉移骰最重要 然後再來就是 唯一有傷害的核彈嘛 而且他可以把王給注意掉 核彈跟治療的玩法 大家應該也都知道 對 在PVE裡面呢 如果你有核彈就不要用治療了 除非今天連治療 連核彈都沒有 那再用治療還可以 對 不然的話有核彈 就是用核彈的狀況 因為治療那個傷害既沒有辦法怪物打死 就是以前的核彈啦 而且還是打對面的 就覺得有那麼一點點 嗯 飢餓 對 飢餓 OK 好 沒關係 那咱們就用這個玩法來看一下 呃 那這個玩法 我這邊的玩法呢 我自己是先想盡辦法 把克隆傘先弄出一個高星的出來 這樣的話攻速 呃 會生產的比較快 因為我這裡現在克隆傘是10等啦 所以說我只要打90次就可以生出一個寶寶 對 那我升到滿之後可以減20次嘛 所以總共是70次 所以如果我今天升到了Lv.7的話 我只要 欸不是Lv.7 我只要到7星的話呢 我的 我只要7秒鐘 就可以產生1顆 對 如果是7星的話還蠻噁心啊 可是如果是3 4星的話 大概也只需要10幾秒 所以其實那個產量還蠻可觀的你知道嗎 對 產量4母豬 對 呵呵 好 來 我們現在到第6回合 然後我的版面非常的爛啊 那這個時候呢 我可能就會等一下 看對面有辦法撐住 如果撐得住的話 我就11回合再丟 如果撐不住的話 我就會提早丟了 沒辦法 對 因為我這裡版面已經爛炸 除非我只能把那兩個顆龍合起來 可是我這樣有點懶得合成就對了 好 沒關係 這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 來 我們去後面看一下唄 好 來 我們就一樣用最愛的加速方式 直接衝到第60回合吧 那這邊可以仔細看一下 我幾乎都沒有在招骰的 我到第25回合到現在還是200塊 然後都是用 顆龍骰生成的那個 顆龍去複製 然後變成二星之後再去生成就對了 對 基本上就有點看運氣的方式 如果今天運氣很好的話 我幾乎是完全不用招骰的 而且我還可以弄到一顆七星 而且星數還不低 全場的星數真的都不低 那目前的玩法呢 我覺得應該算是顆龍骰最標準的玩法 如果今天沒生長沒召喚的話 用顆龍骰我覺得是可以的 現在到61回合了 我的錢有5萬多 因為畢竟一毛錢都沒有花 那對面的combo是57combo 那這時候就可以開始丟 咱們的轉應該早就可以丟了啦 對 我知道中間已經有默默的在丟了 所以錢現在這邊是花到52才 我到這邊才召喚了51顆骰子而已 對 而且版面呢還不錯 星數呢都還有 這邊有六星 有四星 有五星的 兩個六星 一個五星的 對 這星數還蠻高的 而且我的錢呢 是有點過分 我這樣至少還可以召喚個七八十顆吧 我相信 好 現在來的是咱們的封印王 但是呢 他很爽很爽是沒錯 但是我幾乎沒有任何的輔助能力 對 我以為 應該說我玩柯龍之後呢 這個核彈就變得沒有那麼核彈了 對 他比較難秒掉 對 很難去秒 因為很難高興 那今天很難高興的話 就把核彈當作是一般的傷害骰這樣子 去把我這邊的王的血量給稀少一點 讓對面給處理掉 可是這樣就有點雞了 因為今天對面如果可以秒殺的話 那我這邊也不需要把核彈打在王身上啦 對 就一個很奇怪的觀點 如果我今天王打不死的話 到中間我才可以一次炸兩隻王 然後傷害才可以多 可是通常到中間的話 那王的傷害已經 那個血量已經有點岌岌可危了 因為已經快要到結尾了 對 我玩到現在 玩到60關的感覺是這樣子 有一點點不需要出現的味道 對 因為 用柯龍的話 因為不帶生長不帶招牌 星數就很難上去 那星數上不去 除了轉移的部分是無所謂以外 因為越多越好嘛 對不對 雖然說星數多丟了錢多 可是星數少也還是有錢 有丟就有錢 那對於核彈而言呢 呃 完全 不能說完全沒有用 但是我覺得要這樣的話 不如帶 那個 元素 來的輕鬆一點點 對 元素可能就 擺面排好就好 現在我還要讓 位置給空出來 然後才能去丟核彈 才能去擺核彈 像我現在右下角那個六星的 柯龍就完全沒有意義 對 有一點難就有一點難就對 然後現在來一個魔術師 給他炸了一下 好 我這邊 很像給他丟上去啦 可是很像 就沒有用 對 這個傷害就是完全沒有用 就只是純粹合上去而已 有丟跟沒丟其實都一樣 因為對面都可以秒掉 現在對面只靠一顆66combo的 搭配七星月亮就可以 碾過了 OK 來 我們再往後去看一下唄 那我們就給他加速到最後到最後吧 因為這個時候我覺得 我覺得我的玩法 這次的感覺很像有一點無關勝負 對 很像就算有我沒我 都沒差 可能是因為現在的王的關係啦 對 如果運氣好一點的話 如果都是像可以秒掉的王 像就算是哀王啊 魔術師啊 都不會造成太大的傷害就對了 現在對面 這一波打的還不錯 有四個七星在 雖然說只有一顆吃到七星的月亮 不過還行 那我這邊呢 到後期還是有點到瓶頸了 對 還是瓶頸 我現在召喚一顆1670 然後前奏7300多 但是呢 我的位置其實已經有一點卡了 對 卡的還蠻嚴重的就對了 所以說他是一個很好的輔助手 應該說對新手而言 對 是一個很好的輔助手 但是到你今天有成長 有召喚之後 我覺得呢 嗯 就沒那個必要了 對 沒有那個必要去把它拿出來用了 不管的話真的是有一點卡 對 到這個狀況 然後這個時候 有一個BUG出現了 大家有看到 對 我複製上去 就那顆開始變成 會吃人 如果大家有遇到這個BUG的話 那顆就不要再去核別人了 因為我記得我之前玩過幾次 用那顆再去核別人的話 那顆都會去把別人給吃掉 要用別人去核掉 我這一顆才可以 對 要用另外一顆去核掉 我這個三星的轉移才有辦法 不然的話 用那顆去核的話 米尼斯還是會無限的被吃掉 對 還蠻可怕的就對了 好 那現在92關是 咱們的哀往蠻神奇的 這次回合竟然可以打到第90幾關 不過我覺得這個勝負都跟我沒有什麼關係 我們有一個引起決勝的一個關鍵就對了 好 對 這個時候就是要反過來拉 不然的話可能就會崩掉 就可能又會再把那個三星的轉移給吃掉就對了 對 就會壞掉 就會壞掉 好 來第92回 我這邊又召喚剛剛那三星的錢 不過也只有一點點而已 對 其實還是不行 雖然說他可以無限複製啦 但是 就還好 對 真的就還好 就還好 除非說我今天的版面再更多一點 我覺得15格 15格的控格給這個技能 雖然說是很強大沒錯 但是有點擠 對 實在是太擠了一點 對 這生存空間不夠大 真的不夠大 好 94回合又來一個 屍亡對面的狀況呢 雖然秒不掉了 但是還是可以把它給處理掉 因為畢竟七星月亮還在 那我這裡呢 能丟錢就丟錢拉 我相信對面 我相信對面的錢 應該也少了很多才對 還可以有一點點的危險 不過 處理掉 還是可以處理掉 還是可以處理掉 好 就這樣就盡量丟錢 這是我唯一能幫忙的方式 可是這個錢後來其實給的 也蠻多的 一千 剛剛是一千了 一個就一千 還是要等級比較高 看一下這兩個 都是一等的 一等的給 兩百 一等給兩百 無等給一千 應該是這樣子吧 那還行啊 一等給兩百的話 代表兩邊是給四百塊 那還是不夠啊 兩邊四百塊 但我兩顆四星 兩 四顆一星的家具 一直給八百塊而已 還不足以 叫一顆骰子 我現在一顆骰子要一千七百八十元 實在太過分了 這樣怎麼打上去呢 如果他小兵的血量 小兵的錢沒有再給的更多的話 其實大家就到底啦 就差不多就這樣 很難再上去啦 然後又來了一個獅王 這獅王到底來了幾批啊 天啊 好 不過沒關係 月亮只要有點亮 就有機會 還沒有來轉王就可以 這些只是讓你的傷害下降而已 不像轉王是有可能 會直接讓傷害歸零的變態 好 這一波下去還行 還過得了 我真的蠻神的 這一波竟然可以打到這裡 因為其實已經跟我沒關係了 我沒有辦法有任何的輔助就對了啦 雖然說我想要無限核彈 無限ATM 可是這個無限的上限還蠻近的啦 對 還蠻近的 是有那麼一點點可憐啦 現在這邊的小王血量有1億 現在剩9千多萬了 他暴擊一下有100多萬 還行 只要暴擊個90幾下 我這邊丟了一個核彈上去 有點扣血 對 這個就有關係了 對 這這樣有關了 可能到這一回合之後 才有那麼一點點的關係 可是我這個時候 核彈幾乎已經叫不太出來了 要叫出高興了 更是不可能就對了啦 好 現在到第98回合 來了一個哀王 哈德被複製刀了 完了 他開始補血了 這個時候他只能硬幹了 如果硬幹 沒成功 哇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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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G真的G真的G 光那一波被合上去 就等於是真的見面了 然後弄出一個四星的 那個組合啦 但是這裡面 我這裡也沒有 弄不出一個六星核彈 有 有出來 最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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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99回合 哈哈哈 極限的極限啦 這個核彈 真的 最後幾關才跟我有關係而已 我覺得那還不如用原子啦 原子可能還可以多撐一下 那四星的組還可以多打一隻 我現在連小兵都處理不掉了 哈哈哈 啊極限極限沒有辦法 100回合是200張嗎 99回合是197張 我覺得還可以啦 但是我覺得主 有成長有小 有成長有召喚的話 就不需要用克龍了 我認真覺得 那克龍的話 是沒有這兩顆骰子的情況下 我覺得可以用 對可以用 因為我覺得他的出現就是為了給 一些還沒有抽到這兩顆神骰的人 有無限召喚骰子的機會 也不是無限召喚 額外召喚骰子 對雖然他本身是無限 不過他條件太苛刻了 苛刻到其實是額外召喚這件事情 OK 好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我是PF玩 我們下次再見 3 2 1 掰掰